請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個人不是多元 而是我們在國際化的同時 我就一個學者 我知無不言 對於 紐西蘭的農產品 大量可以進到台灣來 我們台灣一定知道 就是建立地理標示權 培養像瑞穗鮮乳這種優質的鮮乳 然後像松阪牛這一種品牌的建立 才可以保持我們傳統的產值 那麼我們現在有關於貿易法 二十條之三以及二十八條 這是楊瓊英委員在當召集委員的時候 由我本人跟丁守中委員 在經紀委員會耗了一個早上 才把整個條文協商出來 當時協商的重點在於 這個法則 經紀部國貿局不願意加重法則 但是本人堅持一定要加重法則 因為這個貿易法 它不是只有適用到 台紐之間的貿易而已 它是適用到只有 如果全部台灣根據國際協議 可以出去原產地證明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台灣將來很多情形 原產地證明都會是自己出口商來簽去 那很顯然很有可能被濫用 自己就隨便就寫說這是台灣原產的 就輸到紐西蘭去 剝奪我們這一次經貿談判的這個果實 台商也有可能用中國貨就銷到紐西蘭 然後去獲取這個利益 我們現在必須援手這個原產地證明 你既然是要標示台灣所原產 你必須要在台灣實質加工實質轉型 所以台商必須回流台灣 在台灣生產 讓台灣人民有工作 才可以有這個權利 以寧關稅銷到紐西蘭 這就是我們簽訂台紐貿易協議 對台灣人民工作機會增加的所在 以上謝謝各位